我海鲜过敏 然后他呢 就为了拍那个视频嘛 还偷着给你拍 给你做的咖喱牛肉 里边用虾米剁碎了放里 这真是处心积虑 吃完事我就开始浑身起小红点 晚上都进医院了 我那天其实也挺后悔的 因为我看电影嘛 那那个海鲜过敏 不都就是嘴肿一点 就香肠嘴那种嘛 然后再说你也从来没有 当着我的面吃过海鲜 我海鲜过敏还当你面吃海鲜 反正我不知道嘛 其实我也挺害怕 那能后来跟你道歉了呀 道歉有啥用吗 就整我 然后他还整自己呢 隔家里 最开始流行什么那个螺蛳粉 自己隔网买的东西 然后隔找个视频自己做 这一味儿啊也可以忍了 更过分的是第二个礼拜 自己隔网上买的那瑞士那鲑鱼罐头 那鲑鱼罐头什么味儿 你不知道吗 那就是厕所的味儿啊 然后自己 自己还尝试吃呢 网上视频没看吗 狗都不吃 他自己舔了一口 难受两天没吃饭 自己恶心的两天没吃饭 那你没有好奇心吗 其实我不是就为了拍视频 我也是自己特别好奇 我就想知道 它到底有多臭啊 然后我那天 我也没吃啊 我就舔了一口给扔了呀 狗都不吃你舔 然后自己拍了这个视频呢 然后又开始给我虾吃 我以前不知道那个香蕉配冬枣有什么味儿 他那天我叫一声回来 他给我买的香蕉 我刚吃一口香蕉 他说你尝尝冬枣好不好吃 甜不甜 我吃了一口 这一口吃下去 就像咬了一口狐狸毛似的 其实我真的就是好奇 而且我也做功课了呀 我在网上查了 那吃没有事儿 就是口感不好 平时看他考试都没这么积极 然后整午还开始做功课 那我不得提前了解一下吗 你说又万一给你吃进医院了 不还得赖我呀 反正我对他真的就是挺无语的 有一天我朋友说来大连找我玩 都是以前打球的队友 来叙叙就吃个饭什么的 他这倒好 菜刚上来挤到 我和我朋友就手都伸出来 筷子都举起来了 他说别动别动 我拍两张照片拍两张照片 那其实这个话应该你说 那我跟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总拍照吗 你一点都不跟你朋友解释 我低头批照片了 我一抬头 那筷子都举起来了 我都招不了了呀 那我肯定得喊停啊 你跟我站一块行 毕竟我朋友来 你怎么样还给我点面子啊 我不总直播吗 你应该跟大家讲呀 说我女朋友总直播啊 你们别介意什么 你什么也不说 人家肯定觉得我这人怎么有问题啊 你手机就放在杯子上面 就开始跟他处着直播 全场就跟他自言自语这样说话 你搭理过我们吗 那后来不也给你们拍照片 你不挺开心还毕业呢 那他们还能哭着着啊 那后来走的时候 我还说下次来玩吗 来哪去了 一年了他们还来吗 不是就因为你不来了吗 对他真是够了就 我就希望他就是能改到这些毛病 别就是这么玩手机 什么毛病 每天捧着手机玩 我感觉他为了关注度啊 还有为了点赞 真的比我重要 每天出来约会的时候 我感觉我就是他 直接拍视频啊 拍照片直播的这一个工具而已 明白了 我没觉得他们比你重要啊 行 你还玩不玩吧 我得玩 你是要他还是要那个去 但是他也要 但我也 不是人家现在就是说 你要要那个就别要我 要一个吧 那肯定是要你 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啊 真的是吧 他玩也可以 你少玩一些不行吗 没有就是一出来就是 好吧你告诉我 你喜欢他什么 你为什么坚持要跟他在一起 他做了这么多 让你不能忍受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 我特别喜欢那个 椰子的那鞋嘛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大连有那个 发烧的权限 他特意排队 给我抢的那鞋 第二呢 我们两个小区离得特别远 有一次我健身冻着了 然后发烧 特别难受 他这有打车 给我买的推烧铁 给我买的推烧药 生活中我感觉他对我 除了这些 也算挺照顾的 是爱这个男生 但是那些东西也很喜欢 是吧 你是觉得那个 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能够传递出去 还挺有吸引力的 对吧 当我的女朋友 在爱好放得比我还大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